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这次监委大战之后 我们王世坚赢了 那王世坚赢了之后呢 现在还有案外案 原因是什么 大家就想问说 奇怪现在监委之战 到底能不能整合 其实在第一时间 何志伟说了恭喜 嘴巴说恭喜 但心里真的是恭喜吗 原因是因为 王世坚在受访时 他这样说 我这一次初选的过程 我看到了邪恶 但是我更看到了善良 善良的这一名 让我觉得 我应该要奋战下去 正义打败邪恶 关键听到没 正义打败邪恶 那你未来说要整合 诶 正义跟邪恶到底是怎么整合 我帮他想了一下 有啦 是有办法 用正义的方式来感化他 但想必还是要一点时间 好 没想到这件事情完之后呢 现在还有案外案 都跟坚哥的智慧型手机 是有关系 我们不得不说 他从赤杖型 换到智慧型之后 闹出一连串的事情 我们来看到了 这是当时这个高家瑜 在第一时间跟坚哥讲话 说要恭喜他嘛 他不是传赖哦 他是用简讯的方式 他传了什么 他说王世坚男 真的是斩妖除魔 真男人 签名照要记得点点点点点 就是这个画面 当时王世坚也很尴尬 我要不要点开啊 他就哦 没关系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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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这一句话 斩妖除魔 那你指的是谁 何志伟嘛 那当下其实高家瑜 在晚上的时候 他也po出了一篇贴文 是他参加活动 他唱了什么歌 他唱了孤勇者 好 大家就觉得说 你孤勇者到底代表些什么 原知 我们先来谈到 坚哥昨天已经说了 这个正义跟邪恶 是打败了他 正义打败了邪恶 那已经话都说成这样子 那你未来要整合 困难度很高吧 其实整合困难度 我觉得不高啦 为什么 因为那一区 其实整不整合都没有差啦 因为那一区 士林大龙区本来就非常的绿 然后那坚哥这次赢了何志伟之后 而且坚哥其实在一两年前 就在布局民众党的支持 对不对 他之前一直在跟黄珊珊展示友好嘛 所以昨天 王世坚赢了之后 黄珊珊马上表示欢迎 所以未来他在这一区呢 民众党搞不好也是会支持他 他会吸手票 对 甚至礼浪他 所以国民党要能够推人在这里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 更何况我们上次也讲了嘛 谢荣介也不会来这边选 所以国民党一时之间 像我现在都还想不出来 有谁可以去占这一区啦 现在有外传说这一区可能国民党有谁会出来吧 本来是说谢荣介嘛 但谢荣介已经表达说他要在台南 而且我们国民党的人也不太赞成说 谢荣介到台北来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比较倾向说是不是他可以摆到不分区 用不分区的立委的角度去经营台南 所以如果没有谢荣介的话 我真的一时之间想不出来 在这一区这么绿的区有谁可以打败王世间 真的非常困难 所以先哥其实不太需要团结 但我觉得那个简讯 高嘉宇的简讯 就证明高嘉宇就是双面人嘛 为什么 因为高嘉宇本来是跟何志伟很好的 对啊 可是他不晓得说这个简讯会被意外曝光嘛 所以你看他私底下是跟何志伟搞不好也是传一个 你被妖魔鬼怪打败了 但是他又传一个信息给 王世间说什么展药出谋 你看高嘉宇多厉害 根本就很厉害啊 那何志伟的部分的话 我是觉得王世间这个也是蛮奇怪 就是他好像对何志伟也是蛮狠的 因为正常来讲赢的对不对 大家都会讲一些场面话 谢谢你啦 谢谢你啦 这个美好的一仗已经打过了 过去就把他放下什么 他没有 我们善良戏胜利 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是善良你是邪恶嘛 所以我赢了 我赢你 我赢了比赛我还要赢化 那你如果何志伟多惨 何志伟不敢怎样啊 因为何志伟很年轻嘛 他还想要在这一区继续发展嘛 所以他只好吞了 所以我觉得 何志伟应该不至于会做怪啦 所以坚哥现在很稳啦 敬言你是怎么看 我们不得不说 高嘉宇蛮厉害的 我们刚刚谈到了 他跟何志伟很友好 但是他传给王世间的竟然说 斩妖除魔真男人 是怕说他港湖这一区 会不会跟何志伟一样 被翻掉了 本来年初的时候大家看到 那个时候大家在讲什么 肩尾鱼对不对 单条 结果被民进党自己沿上 首先这个伟跟鱼 自己先内战打起来 然后现在王世间打云 没想到呢 所以大家一直在讲说 这个高嘉宇 高嘉宇做了什么事 传了简讯 拜托 大家都知道 世间大哥最近才从智障型手机 换成智慧型手机 他也很不会用 最近媒体受访的时候 他一直拿出手机 这个要怎么用对不对 要不要封锁何志伟 旁边的人都在教他 你怎么会没有想到 媒体可能会拍到里面有什么画面呢 传了说 恭喜你斩妖除魔 请问谁是妖谁是魔 是 在何志伟的耳里听到 他会舒服吗 那这就是高嘉宇 过去常常做的事情 就是他常常被民进党的支持者 认为说 你是不是想要两面讨好 对 那所以说 连民进党的人 现在自己都不支持他 所以可见哦 高嘉宇这一次 他这个 他本人的个性可能就是这样 跟你好可是实底下讲的是另外一套 对不对 今天出来说 我跟何志伟其实也不错啦 他今天其实坦白讲 今天高嘉宇早上在立院受访的时候 他有说到 他说 我觉得何志伟是暖男啦 而且他就算现在没有办法当立委 他的才能也非常多 他会画画 然后 还会泡咖啡 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看到我也是笑啦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在酸 还是他是真的傻 这个是常常被大家误解的地方嘛 那我们看到他这一次讲真的 我觉得他应该首先要最担心的是 他自己的选情 对不对 民进党的支持者 很多人对他不满 是 那更不用讲说在港湖 这一次无论是李恩秀还是邮主惠 两个现在准备要出选 两个都是 非常来势汹汹 非常有战力的 那面对高嘉宇 他自己连自己的支持者都摆不拼了 现在连党内 跟你比较友好的同志 你都当着他的面讲一套话 在背后私底下 传的又是另外一个简讯 民进党支持者看得下去吗 会不会伤害到他整个人的形象呢 佩芬帮我们谈一下 我们刚刚谈到了 这一次监委大战 一直大家都说 英系赢新系 那现在我们要谈到的是高嘉宇 高嘉宇港湖地区 他有一个很强大的对手 是你们的友党 吴欣带 我们看前几天的新闻就已经讲了 你们民进党的几个大头 都跑过去挺他 那是不是高嘉宇 是不是真的未来也会被翻掉 跟何志伟一样下场 我觉得当然港湖地区 传统上也是我们的监困选区 其实高嘉宇上一次选赢 跟李彦秀他的票数差距 确实也不大 那高嘉宇大家也知道说 是长期在港湖地区耕耘 而且一直以来都是 第一高票的市议员 所以他确实是有他基层的实力 可是另外一方面 这一区确实是对于绿营来讲 是分裂不得 因为只要一分裂分票的话 大家看下已经分裂了 你们三大老巨去顶吴欣带了 我觉得现在说就已经分裂了 是有一点早了 对 因为吴欣带 他确实也是我们的有党激进党 那他这个服务处成立 当然就是也有一些 就是我们党内的 比较大咖的人去支持 对 但是大家对于说 这个立委选举就是说 就是他们的态度 就是包括站台人态度 其实他们也都是 还有所保留的 所以说我觉得 对于高嘉宇来讲 确实就是因为他 可能有些时候他的作风 他的一些讲话 跟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的期待 会有一点点落差 所以这个他要怎么样 就是巩固住他原先的这个 我们的基本盘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这么艰困的一个选区 要怎么拓展一些更往中间去 其实确实是他现在面对的一个难题 加分我们来谈一下 昨天高嘉宇PO一张图啊 说在活动当中 来导播帽我take一下这张图 他说他唱的孤勇者 我们先不要管他唱的好听 或是不好听 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兴趣 想问一下 他现在PO这个孤勇者 他有什么意义吗 有人说是在暗示某一些 他自己的心路历程 但我觉得不是暗示啦 因为他唱得很大声 唱得很洪亮 唱得很声嘶力竭 所以我觉得是民事 而且这首歌 看起来就是一个孤独的勇者嘛 那他又是正台的这个孤鸟啊 就觉得好像 不管是不是党外还是党内 都不是那么全力的去挺他 或者是支持他 好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说啦 这个歌词里面呢 就有人说站在光里的才是勇者 没有错 是站在台下听他唱完的人才是勇者 才是勇者 对 他唱得很毫满嘛 当然我觉得也是某方面 也是反映出他其实在正台 然后包括他自己的选情什么的 他自己可能也担心 他觉得他自己是孤独的一个人 但是他还要勇敢的走下去 好我们除了监委之战之外 我们现在还要来谈到 其实台南赖奇德的本命区 现在初选也是 刨刀剑骨血流成河了 我们来看到的是这只 郭真慧对上了赖会员 郭真慧说他被指控说 他跟光电是有利益的 他被称之后光电夫妻 他还说如果我真的涉及光电的话 我出门我被车撞死 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第一个他对自己的生命不尊重 第二个撞你那个人 还会吃上过失致死罪 很衰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那另外赖会员说 他也被人家说他买了豪宅 他说没有啊 我的先生就是医生 我赚了27年前我才买一间不到3000万的豪宅 我已经赚很少了吧 我根本没有谈误或是怎么样 所以他也非常气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他要到地监处去告 好告谁 郭真慧说你意图使人不当选 甚至还到党中央去告状说 你应该要取消郭真慧的资格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问了 这个台南不得不说 就是赖清德的本命区吗 你为什么不出手来协调呢 袁之哥怎么样看 其实那个台南这一区啊 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尖歌跟何志伟那一区啊 其实差不多 因为这一区也是蛮绿的嘛 所以等于是你的初选只要过关之后 大选几乎大概就可以等于当选了 所以初选反而比大选更激烈 然后这个双方这两个女将都要见灭对方 那这两个人实际上都还蛮有实力的哦 这一个赖会员他是现任立委嘛 其实他立委才第一届而已 他以前是议员 议员做两届 要第三届寻求连任的时候输了 输了之后居然挑战立委 能够击败当时的立法委员叫叶宜金 所以他是取代叶宜金 然后才当立委的 那这个郭正惠是谁呢 大家可能对他比较陌生 他是他之前黄伟哲的观光局长 然后他的先生叫李退之嘛 李退之就是过去的台南市的市议员 所以我这样讲 大家就知道 其实这两个人是势均力敌 而且是这两个人 其实过去就有心结 为什么 因为李退之也曾经跟赖会员 两个人有竞选过党内初选的立委 后来被赖会员击败了 所以这个仇是结很深的啦 对 所以你才会知道说 为什么这两个人会 哇打得这样毫不留情面 我觉得什么叫毫不留情面 就是给人家扣帽子 你的钱来源不正当 他们两个其实现在都在指控这件事情 对啊 对 一个人讲说你为什么会有两个豪宅 然后另外一个说 你为什么有钱那么多 所以意思就是两个人都有 那钱都A来的嘛 这已经是有点那种人身攻击 已经不是议题的争夺了 更何况我觉得他们两个这样子互打 这完全不把赖清德放在眼里 为什么 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台南因为之前88枪 对不对 扯到光电案 对 扯到一个中职委叫郭再卿 是 扯到议长会选案 整个全台湾轩然大波 结果赖清德跑到台南去 你记不记得那一幕很惊人啊 旁边坐的黄伟泽 然后坐的立委 然后叫大家起来 然后鞠躬 盗窃 就说我们台南民进党怎么可能黑金 你们屁股有几根毛我都知道 讲的好像一副就是说他们没有黑金 都是因为党内的内斗才让人家以为有黑金 好那我就问了 如果赖清德认为说没有黑金 是因为党内有内斗才有黑金的话 那这两个在干嘛 这两个 那个 傻胆凶啊 对他又在 那个赖会员又来扯说郭真会有 又扯到光电案 光电利益案 又扯到光电 那光电就是黑金啊 这就是刚之前大家讨论那个东西啊 所以你说他们有把赖清德放在眼里吗 完全没有 而且赖会员他还是心系的哦 心系就是赖清德就是心系的啊 所以你这个赖清德已经毫无威信可言的 一个主席自己的子弟兵 在你的本命区 结果完全不把你当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但是赖清德真的是脸上无光啦 我们刚刚提到赖清德脸上无光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本命区啊 静言怎么看 你现在是 他们是派系没有办法做整合吗 而且你看现在已经台北市输了 那现在 诶 难道在台南也会发生一样的事情 搞得一团乱 当然这个第一个 赖清德要选总统 台南绝对是他的本命区嘛 第一个他是万里人 新北市万里可能是他的本命区 第二个当然台南是他的政治发迹地 所以台南很重要 结果台南第一选区 刚刚原哲哥讲啦 非常的绿嘛 基本上党内提名就嗜同大选了嘛 但是上一届 十人的叶宜金 被赖会员干掉 被赖会员干掉之后呢 这一次没想到自己人又出来挑战他 我们看到这个郭真慧哦 他的先生李退之 他其实严格说起来 他们应该都算是 星系的 那这样子是不是星系内容 你星系的代表人物 这一次好不容易对不对 新潮流对不对 过去都是老二哲学 这一次终于要站到第一线来了 要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 可是自己派系里面 却在他们最有优势的地方撕破脸 选后有没有办法团结 还扯光电案 扯光电案最好笑啊 光电案牵扯到的背后是多么复杂的利益 从去年就是因为这样 台南人才不爽嘛 谢龙介才可以把差距拉得这么小嘛 那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警讯哦 就是民进党现在还有很多区域 也要初选 其实大家仔细去看背后的派系 利益相关 其实讲真的就是互相不爽嘛 某一个程度来讲 也有赖系跟英系之争嘛 因为英系对不对 比如说黄成国等等的 那何志伟出了这样的发言 所以对他们不开议 所以赖青的要选总统这条路 还有得巧 另外现在ECFA问题还延伸出来 就是FTA难道跟这个台美要签了吗 那难道是不是一个带风向的一个行为 好 先来讲一下说 这个ECFA为什么要终止 因为现在其实中方就是在推这个 这个贸易变垒的审查嘛 所以很多东西 你要进到中国大陆去呢 他就跟你说不行 要暂停 我要看看有没有问题 那当然就是让我们的这个 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 很多的这个贸易往来啊 都会被切断 所以会影响到说 那我想到ECFA是不是也就是会 下一站就是ECFA即将要终止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 在昨天晚上 蔡英文去参加了这个一年一度的蟹年饭 那在这个场子当中呢 蔡英文就讲了一些话 那这其中就有一些人抓到重点了 就把重点给放大了 放大之后就看到他说呢 他说呢台美将会探索FTA的机会 哇 这下子这句话讲出来之后呢 就有很多人就炸锅了 等一下这个关键词难道是探索吗 也是探索 也是FTA 因为大家会想说我吃美牛 我吃莱猪 也吃美猪 很多都吃都吞进肚子里面了 那怎么还会在探索的阶段呢 我们白吃了吗 因为探索阶段比较像是说我们要去火星了 然后我们现在还在探索说怎么样去火星 因为距离很远嘛 可是我觉得这FTA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接触啦 也很多的这个往来啦 怎么会还在探索的阶段 是不是有点太慢了 好 再来咯 当初呢这个ECFA 当初呢这样的ECFA 其实包括了绿营啦 包括了这个蔡总统 他们其实是反对的 他们骂很凶耶 那时候 骂很凶 好 当时骂怎么骂呢 当时的这个2010年的时候呢 蔡总统是说 ECFA是包裹着糖衣的毒药 意思就是说你吃了会生病的 会死啊 会死啊 而且呢 包括了2013年 赖清德也说 ECFA呢 台湾未蒙其力 但是会先受其害 因为你签了这个ECFA之后呢 很多的台湾自己的 不管是农民啦 渔民啦 工厂啦等等的 可能都会有一些撞不到钱啊 可能会被这个对岸啊 利益都被对岸拿走啊等等的 好 这双方都是这个 持这个反对意见 但是再回过头来看 在现今这个阶段 ECFA会是下一站即将终止吗 洛会主委他怎么说 邱泰山说如果终止了 慢慢不扣啊 会造成双方损失 不对啊 你刚刚讲那么多 他们都说ECFA是糖衣的毒药 那你现在又说造成双方损失 那既然是毒药 那你就终止ECFA不就好了吗 所以哦 这里面有发现两个层面的问题哦 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说 所以现在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再来第二个层面是说 难道你们又在打 这个所谓的自己党内互打吗 因为两个人意见都不太一样嘛 所以大家都看都没有 好到底你是要ECFA还是不要ECFA 再来我们刚刚其实赵和刚刚提到了 国民党立委郑立委他也看出来这个 这个里头的猫腻呀 你现在还在探索所谓的FTA 2020年的时候 8月就已经开放所谓的美族进口了 现在还在探索的阶段 再来人家国外呢是怎么样来做进行的 南韩 美国是在2007年就已经签订了FTA了 人家早就签了 早就签了 现在是2023年 现在2023没有错 好那个这个 包括了我们其实在三年前 也都来都都已经吃这么久了嘛 吃了三年了 但是呢还在探索阶段 是 好我们来看其他的国家 其他国家包括了日本FTA有21国 韩国有18国 新加坡有27国 来看看我们可能人家的这个尾数都不到 只有四个国家 我们知道还有四个国家 但是这个四个国家是哪四个国家 我有特别写下来 巴拿马 瓜地马拉 萨尔瓦多 宏都拉斯 怎么不是日韩美 或者是比较大的国家 所以你就看到台湾其实在这个贸易上面 其实好像签的国家也是不尽理想嘛 会让人家怀疑说 到底这个蔡英文总统 你的立场是什么 静言我们来看了 现在有说了 ECFA会不会终止呢 这终止之后呢 蔡英文马上带风向了 她说没事啦 ECFA终止之后 我们还有FTA 我们台美这个现在的这个经贸非常的好 是在带风向嘛 这个绝对是在带风向啊 你看 ECFA当初民进党把他批评的多么恐怖 多么一文不止 是 还在讲什么 上任之后绝对会办公投要废掉ECFA 结果现在呢 不敢 然后 中国大陆说要停止哦 马上跳出来哇 糟糕啊 他们现在发现可能自己会双重标准被打脸 所以不敢讲说 ECFA很棒 ECFA不要废 马上释放消息说这个FTA哦 才是最重要的 应该要做 可是我帮大家回忆一下 2020年10月31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蔡英文他就召开了临时的国安会议 是 他说要什么 深化台美关系 要继续推动FTA的经贸协定来当 他把这个当作新闻标题 然后呢 后来什么 这个前美国国防部 驻印太的这个助理部长薛瑞福他说什么 台美的双边贸易在有限的环境下 蓬勃发展 意思就是说 你们要开放莱猪啦 没有开放 我们很难去跟你们签FTA啦 结果呢 莱猪我们都已经吃三年了 请问FTA到底在哪里 不对我们吃三年了 当初说没有签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开放 好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三年了 现在已经2023年了 所以2020年的什么 说要这个 增化推动这个FTA的签订 过了三年 蔡英文的任期剩多久 只剩一年耶 拜托 这做得到吗 所以说民进党每一次过去都是这样子双重标准 那我们已经吞了很多他们所谓 很爱讲的 唐医的毒药 毒药我们都已经吞了 现在前面要我们吃莱猪 接下来又要我们吃什么呢 嗯 我刚看到佩芬有把眼神对向我 他似乎想为此来辩解 佩芬你是怎么看 好我觉得就是国民党看到这个就是跟中国的贸易等等 当然都是非常的兴奋 那这一次其实两个议题 一个是中国对于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贸易壁垒的 所谓的要调查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家刚才在讲的ECFA 其实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是分开来讲 那贸易壁垒的部分呢就是其实一直以来两岸的这个贸易的相关的规定 我们都是依我们的法治嘛 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中国过去这一两年来对于台湾的凤梨也好啊 对于我们的甚至饮料黑松沙士苹果西达这一类的全部都是说禁就禁等等的 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所以说真的要说贸易壁垒的话 到底是哪一边对哪一边有贸易壁垒 以及哪一边对哪一边呢是违反这个贸易的规定 其实还是有需要就是好好的依照现有的机制去探讨的一个必要 而且呢其实台湾跟中国其实都是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成员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他们觉得说我们对他们哪里不公平的话 大可以透过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规定来进行 那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他们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贸易的壁垒的调查 非常有政治性嘛 因为他在4月12号也刚好是赖清德接受民进党的提名 正式成为我们的总统候选人的那一天提出来 而且最神奇的是呢他这个调查的这个截止日是明年的1月12号 然后我们台湾呢就是1月13号要来进行我们的总统大选 所以呢当然会让人家觉得说他其实真的想谈的不是贸易而是政治 那其实这又回到ECFA就是ECFA呢其实已经过去这几年来 我们两岸竟然都已经签了 当然签了当时我们就是当然大家有意见提出来 已经签了已经执行了之后呢 我们也是对于我们的政府而言 就是只要是健康有序的这样子的一个贸易的来往的话 只要有这样规范在的话我们当然也是遵循 所以说如果说中国如果说对岸还是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贸易经济的 又把它做成一个政治的武器 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对双方都不好 那真的也是透露了他们在贸易在经济背后所藏的这样一个政治的算计之心 原之我们来问了现在我们刚刚看到这张图表上面 其实当初ECFA这件事情民进党政府就一路泡嘛 就包括什么糖衣毒药等等 那其实大家就想问那你觉得ECFA不好那你现在就停掉 那停掉你现在又说不要 刚刚虽然佩芬讲很多那我就问那你要不要停掉 你就说不要啦是跟政治是有关 这个逻辑你怎么看 其实我对民进党早就已经放弃了啦 就是说民进党对于他们之前讲的话他们绝对是突变自甘啦 是就是就像你看嘛这个图嘛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 这个网路上有人整理嘛 这个蔡英文他讲说ECFA叫上权辱国的不对等条约啊 然后是包着糖衣的毒药上司主权 然后后来说要这个公投废止 然后呢也说要办反ECFA的辩论课程 这是在野的时候 是 结果现在执政之后呢就说ECFA是对两岸有利啊 终止ECFA会破坏两岸关系 什么时候你又认为ECFA会对两岸关系这么重要 然后呢继续用 然后呢甚至呢辟谣ECFA要终止的假消息 代表说他们很怕人家觉得ECFA要终止 那到底哪一个是蔡英文啊 怎么会是在野说一套 执政说一套嘛 是 那实际上就是ECFA对两岸是有利 对台湾也有利嘛 否则为什么陆委会的主委邱泰山 在前几天他会讲说 ECFA被调的会让两岸都不利 这个就是陆委会主委自己讲的啊 这就打脸了之前在选举时候 还没执政时候的蔡英文嘛 这个就非常清楚啦 那我觉得民进党 就虽然说这件事情让他们觉得比较丢脸一点 可是我认为既然民进党已经执政了 你还是要面对 就是台湾厂商现在所面临到的问题 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的有2455项 中国现在正要去针对WTO去申请那个争端解决嘛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禁止这2455项的嘛 那这个部分就有贸易不对等嘛 所以他们要透过WTO去解决 那请问一下民进党政府对于我们现在台湾厂商 可能会遭受到的影响 到底提出来的方案是什么 其实我们是看不到 我看到就是民进党的口水啦 就是说哎呀对呀又在打压 然后呢那你除了骂呢 你对台湾的厂商到底提出什么样的帮助 这才是大家关心嘛 甚至于还有一种说法经济部讲的 他说这才影响0.9%而已啦 所以你认为很小 可是对于这个厂商来讲 就是他的全部 你到底有没有把台湾人民放在眼里啊 好我们看完ECFA之后 接下来要谈到的是跟你我荷包是有关的 你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出口连漆黑了 甚至相关部已经说了 经济成长下修 而且通膨非战时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张图表比较简单 这是去年跟今年 我们就比一个最高的这个值好 这三月跟今年三月 一个是627 一个是466 你就知道已经差很多了 现在他们已经说 外销订单是年减25.7% 你可以看到货品别年增率 一片绿绿的 全部都是副次 而经济部他们也统计了 包括三月份的外销订单表现 现在订单金额是465.8亿美元 月增10.6% 但是年减 来看到这个关键 是年减25.7% 已经连漆黑了 而且是2009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另外导播帮我cue一下下面 这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做的 他预测了2023 就是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为2.01 他跟去年的来相比预测 其实已经大幅下收了0.7个百分点 政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员都已经说了 国内通膨压力不容低估 因为通膨已经不是暂时性的现象 谈到这个我们就知道了 未来什么东西都要涨 什么东西都要缺 那静言我就问了 那现在我们缺什么 我们又要涨什么 电价才刚刚涨 那现在经济又是不乐观 那我们日子还要得苦下去吗 政府才刚发6000块 大家觉得好像小确信 其实一点小确信都没有 外销联机黑 经济成长下修 通膨呢 现在也说了非暂时的 是 苦日子肯定会继续啊 我们缺什么 前阵子大家已经看到网络上一张图了 2020大家 台湾人就来排队了嘛 2020排口罩 2021排疫苗 2022排快筛 2023排鸡蛋 请问我们要不要在这边插赌 2024会排什么呢 缺蛋缺电 然后猪肉现在也要涨价了 猪肉耶 大部分人都一定吃猪肉了 猪肉也要涨价 通膨还持续下去 政府到底做了什么呢 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差 年轻人买不起房 然后不敢生孩子 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苦 未来看起来 就像这个年期黑一样 不乐观啊 眼前一片黑啊 真的是眼前一片黑啊 真的是不堪设想 佩芬 你是怎么样看待 现在已经出口年期黑了 经济成长也下修了 那现在 蔡政府应该是要怎么样去做 当然啦 经济这个问题 是真的是全民会最有感的事情 那其实这个 台湾跟世界贸易的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贸易等等的 都持续在进行 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个 贸易立国 贸易立国呢 遇到的一个 一个优势 也是有些时候 遇到的一个挑战 就是会受到全球景气的英雄 会受到其他国家的 经济的状况的影响 就是单看台湾 但是呢其实 当我们理解说 其实这是整个大环境下的 许多交互作用的话 我觉得其实 应该怎么说 就是台湾人 当然是觉得说 可能我们的生活 哪一方面可以再继续再 就是再加强 可是比较之下 其实我只能说 我们的贸易的表现 我们的跟其他国家的 这些经济的表现 其实在全球来讲 已经算是表现得相当好 那当然我们还有再加强 在努力的地方 可是这真的是 我们大家一起再继续努力 侯有余市长出访 已经第三天了 大家很关键的是 他昨天见了谁 以及今天会见谁 有一个说法啦 会不会见黄巡彩呢 但是现在还没有发布啦 因为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 恐怕这时间点 我们录完之后 他最终的答案都还没出来 但现在外界的猜测 还是非常多 我们先来谈一下 昨天侯市长 到底是见了谁 因为他早上有公开的行程 秘密行程 原来这张图出来之后 大家才知道 原来是见了新加坡的 国家发展部的部长 叫做李志生 还有以及东北区的市长 叫朱贝庆 他们针对于像是一些 城市的交流 城市的发展 还有碳排放等议题 进行交流 而且昨天我们的记者 也观察到 因为我们有记者 跟着侯市长一起去嘛 侯市长在新加坡的人气 非常高 你看到这张图 他在市场的时候 大家一直喊说 欸 选总统 选总统 侯市长这个微笑不错 蛮亲民的 那另外其实 也有看到 这新加坡的报纸 这个是发行量最大的 就是华文报纸 他还联合早报报导 国民党最热门的 总统候选人 他指的是谁 当然就指的是侯友宜 虽然现在答案 都还没有出来 那另外今天最关键的是 因为他明天就要回来了 大家想说 你到底要见谁 一开始想说 会不会见李显龙呢 现在风向稍微变了一下 他们说可能会见的是副总理 叫做 叫做这个黄勋才 他是新加坡的副总理 而且黄勋才跟侯友宜的关系 也还不错 因为他们以前早就认识过了 所以这一次去见 刚刚好 而且关键点是什么 黄勋才就是未来新加坡 总理的候选职 而且是他的几率非常的高 而侯市长当然现在 跟郭台铭还在争 这个争召到是谁要出来 但是现在呼声最高的 就是侯市长了 所以现在大家 A跟B 一个台湾 一个新加坡 两个未来的元首来见面 蛮有意思的 袁智你怎么看 如果今天政治剧到黄勋才了 那其实对这个其他人 针对于就是说 哎呀你这个侯友宜 你这个国际观这么差 他这次出访 有结果咯 有消息咯 我先讲结论 我是觉得他一定会见到黄勋才 甚至以上 黄勋才是一定会见得到 那为什么 第一个他几年前的时候 他就见过黄勋才 是 那那时候黄勋才 他还不是副总理 可是黄勋才他现在 此时此刻他是副总理 而且他是被指定 是李显龙的接班人 所以如果侯友宜 能够跟黄勋才见面的话 等于就是跟未来 新加坡领导人见面 那当然他这个格局 就不一样 那第二个就是说 为什么我认为说 他会见得到呢 因为这一次显然就是 去新加坡的行程 安排是比较冲促 我感觉上是比较冲促 那我们议会也即将要开议 4月25号 所以他一定是说 在对 在新加坡有一个重要人物的时间 排出来了 刚好也OK 所以这时候去 就可以达到会面的作用 然后加上市政的参访嘛 更何况这次的 新加坡行程 其实非常神秘 我觉得非常神秘 好像连你们自己很熟的人 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都不晓得 都不晓得 不要说我啦 我在台湾对不对 他这次去有很多记者跟着去嘛 大概有七八家电视媒体 还有平面媒体 都不知道他隔天行程是什么 这么神秘 很神秘 好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啦 你在这么神秘的情况之下 万一你谁也没见到 你就回台湾了 你不是被大家笑死了 原来你这么神秘 是因为什么行程都没有啊 难怪要神秘 所以我觉得他最后一定会说 等到回来 或者是可能今天或明天 直接就会披露 他到底见了谁嘛 一定是这样嘛 你看昨天 是不是就是类似的做法 他昨天早上 整个行程没有公开 也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 后来有脸书上面就看到 原来他去见了 新加坡的国家发展部的部长 对而且是他们自己发的 是新加坡他自己发 因为他有说他要尊重新加坡 对 他自己他也不敢发 是他也不敢发 然后新加坡发了之后 那他在他的脸书就发了 那当然我知道说这个 谨慎是正确 为什么 因为也怕说 我们这边太高调 万一新加坡那边又有别的考量 忽然间又更改了决定 这有可能 这也是侯友宜转去低调的原因 所以你看他这么低调 我认为他一定是见得到重要的人物 一定是这样嘛 那这次去 你说 当然名为市政行程 可是你说 能不能利用这个市政行程去 拉抬他总统的声望 当然我觉得也是会啊 所以这样的操作 我觉得是稳定 而且看得出来有迹象的 所以结论就是我觉得 他绝对会见得到黄勋才 佩芬 我们刚刚谈到 其实这次侯友宜去的时候 他其实蛮低调 原因是什么 也怕说 其他国家可能会有一些 对觉得对这件事情 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其中一个关键 可以看到昨天中国大陆 驻新加坡的大使 叫孙海燕 他还进出侯夏大饭店 10分钟来快闪 这10分钟快闪 是不是在跟新加坡 抗议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啦 你说这个侯友宜虽然说在台湾 就是很低调嘛 行程的话 甚至连蓝营的议员都说 要不到更多的细节 然后媒体也是一问就三不知 不知道是一问三不知 还是要保密 这个不知道 那目前为止看起来 这个行程就是 也没有说 让我们期待一样这么慢 因为通常这个公务出国的话 其实不会留太多的这种 什么空闲的时间 一定是行程一个接一个的牌嘛 能够见到越多的人 能够去越多的地方 跟他们有交流越好 所以说这个在台湾这里 虽然说很低调 有点奇特的低调 但是在新加坡那里 至少如果他真的是有跟 就是比较重要的官方相关的 有在联系 有在接触的话 不应该这么低调啦 也就是说侯友宜下他的饭店 在哪里 这应该是不见得 不是到国家机密 这样的一个层级 所以说这个时候 中国的这个大使进去 很多人就说到底有没有见面 但是因为这个 只要双方没说的话 也没有人知道 或者说他这个时候想要传达 什么样的讯息 这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为什么侯友宜 他如果说他的行程 说实话 他这不是像说总统出访啊 去这个过境美国一样 这么高的机密性 或这么高的敏感度 他这个是他把它定位成城市的交流 虽然大家知道说实际上 他可能是想修补他外交国关相关的学分嘛 但他如果把它定位说是城市的交流的话 那我觉得他其实很多的行程 或许可以适度的公开 当你比较公开的时候 当大家知道说 其实中国驻这个新加坡的大使 在进去你那个饭店的时候 你根本就是在跟某一个人见面 你根本就出去干嘛了 那大家这样子的猜测就不会有了 佩芬我想问一下 现在民进党会不会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答应你们一直打说 这个侯友宜是没有国际观的人 如果今天真的让他见到黄群才 甚至像袁直哥刚刚讲的 比黄群才还更高了 你们会不会觉得未来很难打 这个只是如果说单就见一次面 就说有国际观 确实会跳比较快 那因为侯友宜他一直给人的印象 就是比较没有这个 跟国际上有接触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象 所以我是说他这一次去新加坡 或许是有点想修补这个关系 这样的一个印象 可是你说至少目前我们到录影为止的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没有看到说 这一趟新加坡行能够对他加几分 对那就算他见到这个黄群才 或者是更高等级的 那就代表说他是一个 可以跟国际上大家有办法来往 或者是说甚至大家都在说 下一任的台湾的领导人 是不是国际上大家所能够信任的 这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 我觉得这还是侯友需要 再继续努力的地方 静言我们来谈一下 其实侯市长在出访的时候 土城就开了51枪 其实坦白讲今天所有的媒体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甚至要攻击侯友人也是非常的多 就是认为说你是出访之后 你怎么被开枪了 但其实你是怎么看这一次的危机处理 当然喔 我觉得 现在大家在讨论这一个嘛 现在除了网路上大家在很夯 在抢购这个球鞋跟包包之外 那我就值得关注的是 明天马上跳出来嘛 对不对 我的对手赖品宇 他马上喔 昨天晚上就在脸书上骂侯市长说什么 侯市长跑出国 结果 台湾就发生治安事件 说新北市长要负责 讲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可笑 为什么 这个是治安事件 治安事件 是新北市一个 城市的问题 我觉得最不应该的是 大家看喔 这个男人真的太狠了 谁 陈建仁啊 我们行政院院长 他号称说这个是什么 温暖内阁 结果他今天被问到这件事情 他讲什么 他说 新北市应该要负起全责 这甩多吗 扫除黑帮是新北市一个人的问题吗 是侯友宜曾经当过警政署署长 没有错 他一个人当新北市长 全台湾就不会有治安事件吗 这真的是 听起来非常令人心寒 尤其是前任的警政署长 陈家庆他曾经讲过什么 他说警政是单一指挥系统 中央跟地方就是一个团队 结果现在 双北喔 而且他不是只有在新北喔 在双北发生这种相敌案 曾经的态度却不是承担 而是推锅给新北市 难道现在因为要选举 什么事情千错万错 都是国民党的错 千错万错 民进党都没有错 千错万错就是侯友宜的错嘛 而且新北市不是没有做这件事喔 昨天 我跟大家讲 有一件非常好笑的事 昨天呢 早上喔 现任的警政署长黄明昭 是 他才开记者会 他这个记者会叫做什么 扫荡黑帮不停歇 穷追猛打断金流的记者会 他才来展示这个成绩喔 说这个警政署 执行一个月的全国大扫黑喔 然后动员多少警力喔 然后这个 抓了多少帮派分子 结果马上就开枪了 直接打连警政署长 那我想黄明昭 现在真的应该脸上无光啊 那昨天我们看到后来是什么 反而是侯市长赶快在指挥 新北市警察局 晚上要去查 我们看到警政署 完全没有任何声音耶 其实这个 这种事情第一时间 不是应该警政署跳出来 如果现在是苏贞昂在当院长 会怎样 喔 苏院长震怒 震怒 马上下定 应该要全国大扫黑幾天 不是应该要这样吗 结果现在反而是侯友宜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民进党还跳出来说 喔 你看 在那边作秀什么一大堆 拜托 不好意思 那你们现在干脆直接换 我会有一当总统 还是当行政院长就好啦 现在执政党是民进党耶 拜托不要一直来 检讨在野党好不好 现在在国内 嗯 有个人比较不好受 这个人是 国民党的党主席 朱立伦 他已经被炮翻了 这几天新闻一直来看到说 哇 大家跟他讲 快一点快一点 赶快征召好了 现在有两个媒体人也发声了 第一位是这个前新闻主播何启胜 他直接在他的Facebook上面发文 他的开头是说 朱立伦 你玩够了没有 政治是高明的骗数 我劝你悬崖了 还提出了十点建议 来建议朱立伦 而另外人是这个资深媒体的李燕秋 他说欸 国民党你少啰嗦 你提了什么三阶段啊 第一个是要整合党内 那第二个是泛兰 第三个是非绿大联盟 欸 你是在卖电风扇是不是 他说你赶快嘛 你就要嘛 现在就是侯郭配 不然就是郭侯配 你就一个如果民调出来 一个赢的就是正 输的就是负 他认为是这样的话 你五月初就可以 把总统人选给敲定了 好 针对这么多的批评 这么多的言论 现在朱立伦是道 全部都是刀 全部都是枪 他怎么回应呢 他说各方的建议我都有收到啊 而这一次的征召时间 会在最适当的时机 一定比过去十几年 过去几届来得早 好 这句话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哎 每次选战都要用一样的SOP嘛 重点是现在赖清德 已经定于一尊了 国民党你赶快 这是很多人多数的利润 第二个是团结才是胜选的基础啊 不要造成对立的帮凶 而且他直接点名 哎 绿媒最喜欢的画面跟话题 都不是好事情 第三点是希望 不要长他人的志气 灭自己的威风 我们先来问原汁了好了 现在国民党是被笑啦 专营卖电风扇 这个三阶段 好像让蓝营自己人都不太爽了 那个李恩秋他的意思是 三阶段应该是说 那个电风扇是有三阶段是不是 第一比较微风 中风跟抢风是不是 我在猜可能是这个意思啦 就是说什么我们提名也有三个阶段 我觉得其实李恩秋讲的不无道理啦 我看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朱立元主席可能他心中有一定的 他去征召人选的一个办法 跟他的想法 可是因为时间一直没有定出来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那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就会非常的紧张 然后我们党务高层呢 每一个人都出来讲都不一样 我觉得那个黄建廷呢 三阶段是他讲的嘛 3月叫做整合党内意见 4月叫做整合蓝营 5月叫整合非绿 好那我就问啊 现在几号 现在4月21号 那4月底是不是快到 所以理论上来讲 那是不是4月底之前剩10天 郭跟猴两个要决定一个 因为你自己讲的啊 4月要整合蓝营啊 整合完之后再去跟民众党整合啊 4月底是不是要告诉我们 到底是郭海猴 他还没出来啊 不要说没出来了啦 昨天呢 我看党中央还在讲一件事情啊 他就讲说 郭台铭不是开完记者会 喊说再给我30天 对不对 我给你日国蓝图 拜托一下 他开记者会的时候是 大概4月18号左右嘛 30天是5月18号 不是4月底就要决定了 所以又砍到5月18号 那到底是哪一天 所以我们蓝营会骂啊 就是说那 为什么又要到5月多 党中央说 就分享了一个这个新闻啊 告诉大家说 这30天很重要 这个代表呢 叫做郭台铭有善意的 对国民党的回应 所以我们要给他这30天 这样子才有办法 让郭呢 不至于跟4年前一样 又负气离开 所以主席呢实际上是 照顾到方方面面 照顾到很全面 那我就问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又事先讲这个三阶段 好然后再来呢 最近又有一个新的说法叫做 民调不是唯一的考量 是 好那你到底讲这东西到底要干嘛 因为你讲这东西 民调不是唯一考量 很多人就会说 哦那你考猴 为什么 如果认为说猴的民调比较高的话 就会说那你考猴 那如果认为郭比较 民调比较高那你卡郭 就是你一直讲东讲西 然后把的规则呢 搞得非常的复杂 那当然大家就会有很多意见出来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主席可能他有他的定见 可是旁边的人啊 每天都在那边讲这些 有的没有的 真的会让我们支持着很忧心啊 所以实际上为什么很多人 出来讲话是这个原因呢 佳芬怎么样看 今天朱立伦已经说了啊 他说我们已经会比十几年 过去来得快 但是现在大家都等不起了 民进党已经定于一尊了 是 现在国民党迟迟不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像是什么 比较像是说四国年龄到了 有些人可能二十几岁结婚 像民进党二十几岁结婚了嘛 但是国民党现在还在挑对象 还在看这个比较好 还是这个比较有钱 还是市长比较帅 还在选 还在选 所以大家会说 你还不假 你就太晚婚了啦 所以我觉得是说 有些人很早婚 所以看起来对比之下 会觉得说 国民党太晚婚了 但是我就回过头来 还是要讲一个例子 大家还记得吗 2022年的时候 高雄市长的选举 现在那时候呢 陳其邁也很早就出来了 但是那时候 国民党还在挑说 到底是要柯知恩 还是要叶匡时 还是要谁谁谁 结果搞到最后 哇 成绩卖了 对也是毁了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要继续 这样的一个经验 才能够让这次2022 看能不能够有一个 比较好的成绩 好靖妍 刚刚袁之哥在讲的时候 我看你频频的在摇头 也自己笑了 你现在是党的发言人 现在朱立文已经全身都是贱了 到底怎么回事 大家都很急啊 当然我觉得最近 大家当然会急 为什么急 因为民进党已经决定候选了 就是赖清德 所以相较起来 大家觉得说国民党怎么还没有决定 那其实大家翻开过往的记录去看 国民党其实不算晚 像我就讲上一屆好了 2020的时候我们是5月15号成立的 这个提名小组 然后后来是7月15 爆说要提名这个韩国瑜 那后来7月28我们开全代会 所以你去对照现在的时间 其实根本完全不算早 我们还提早启动 现在才4月 今天4月21号 那我们已经开始在做整个滚动式民调 那其实之前也讲了 因为其实讲真的 每个消息都有 每天记者都在问 讲真的 你说秘书党真的这些人 他们每天被问 问一样 每天回答一样的 又会被说 你是这个什么 HOOHOO GPT 如果回答不一样的人 人家又在讲说 你这个说法一天变了好几次 所以说不同的讲法 讲出来像这个三阶段 那我觉得 秘书党也是蛮可憐 每天被媒体逼到 他最后下午要出来解释 然后讲了这个三阶段 大家都想说 你怎么搞那么复杂 开始就阴谋论 你是不是为了要卡谁卡谁 搞那么复杂 其实没那么复杂 只是说 2024国民党要赢 一定要团结所有力量 在野的力量 这个是本来就应该要做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更不用讲了 不然郭董事长 他也是非常有名义支持度的 你如果要赢 不管最后是郭还是侯好了 一定是要能够团结合作 静言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你今天应该最关键的就是 国民党的港币定于一尊 你要去整合泛兰 你要去飞绿 那之后再来做嘛 你现在是连一个头 都没有办法出来 大家才会这么的急 另外你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你们的步调 的确是比往年都还要得快 但是每年情况不一样啊 这就是讲真的 我们现在讲不清就是 人家也会觉得说 这个谁谁谁有前科 还是说什么国民党过去这样子 变来变去 所以不太相信你 所以讲真的我觉得现在 不管是主席还是谁 大家只能忍辱负重 对不对 最后呢 你直接用实际上的成绩 像主席 现在人家还在讲说他有私心 我中午去吃饭的时候 走在路上 还有一个大哥看到我 跑过来跟我聊天 就说我跟你讲 你们主席就是想要选总统 什么一大堆的 我听了我真的是跟他讲到 这口水都没有了 也是讲不清 我只想说 等到时候人选产生 你只能用实际上的成绩来证明 不过其实这个分两个层面 对国民党的支持者而言 我觉得大家是有期待的 还是有期待的 所以才会挤 那所以包含侯市长也好 郭董事长也好 包含党中央也是 我们现在变成说 我们要尽量让这个整合过程 去维持平顺 平和 免得 不管最后出来的是哪一个人 只要其中一方不少 大家知道吗 这我们开玩笑讲 就国民党的DNA 要团结比较难 朱立仁说 其实现在对于蓝营过来说 不要让绿营见缝插针 由于是绿营 绿营最喜欢的画面就是话题不是好事 你们是怎么样看待 当然这个国民党的 到底要提名谁这件事情 我们是在旁边看得眼花缭乱 那因为一开始 你们是不是有点觉得 国民党越乱你们越开心 我看你笑得已经合不拢嘴了 因为我觉得 确实是这样 这样说我们越开心 也是听起来怪怪的 但是是说 国民党怎么可以 连个总统候选人都可以这样子 好像朝三暮四 一天几遍这样子 因为毕竟连党中央出来的讯息 连他们自己的立委 自己的议员 自己的明代等等的 也都会做不同的解读 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很多的阴谋等等 所以我就有些时候觉得 我比较不是在看这个 我们民主制度之下的一个政党 佩芬 我要直接单刀直入问你一个问题了 是 现在郭跟侯是最有纪律的 看起来是 你觉得民进党这样看起来 哪一个比较好打 我们其实在 心里化 心里化了 哪个比较好打 我觉得他们两个 因为他们两个属性完全不一样 他们两个走的风格是不一样 就是侯友宜就是 当然就是这样子 地方首长上来的 然后就是比较重这种 内部的 内政的 然后外交的部分就 基本上现在还看不到 可是郭台平 他是完全的一个商业进来 所以我觉得 他们两个都各有强弱 因为对他们两个的话 赖金德可能就要完全不同的两种路线 对 所以是说 因为如果你说 他们两个是同一种类型的人 那我就可以分出来说 谁强谁弱 但他们现在完全不一样类型的话 我现在有点难分别 那如果是战术考量上 你们比较怕是对到谁 我觉得尤其你 其实这个问题 包括我们自己的支持者 就我所听到的 就是南北的支持者 看法也不太一样 就是北部的支持者 很多可能会觉得郭台平比较难打 然后南部的一些比较支持的人 声音会觉得郭台平比较难打 所以我觉得 在他们这个非常复杂的宫斗剧之中 我们这些追剧的人 也就是随着剧情的变化 都会有不同的预测跟分析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要打分数的话 没关系 谢谢大家 非常有趣 第一个